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岛阁下给我下了清帖 今天晚上他要和通川地方设演欢迎我 你想他要干什么 他还真把他自己当成通川人了 中国人 无论我们做什么 他们还是我们的敌人 在清香即将开始的时候 还望着安抚 简直是异想天开 我看他是被通川人给收买了 老师这么说 效果不重要 我跟你说过 要行动起来 他们袭击了皇军 我们必须要用十倍 用百倍的力量来进行还击 让他们明白 这个代价是负不起的 我明白 你的精神还是清楚的 你放心 我身体好 今儿个我陪你好好喝一杯 好 喝酒 好 喝一点 喝一杯 喝一下 多喝点 来 来 来 放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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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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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好好召开生意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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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可回家吗 小巢和你是朋友 他做什么事情 你很难撇清关系的 还有那个西田 他对你的怀疑始终是个麻烦 随时可能会爆发出来 所以啊 有时候出头露个面 多参与一些政府和维持会的活动 这也是表明你态度的一种方法 我们家呢 虽然能保护你 但是日本人喜怒无常 多准别一些 总归是好的 宗盛 只要和你在一起 在哪里我都开心 我知道 父亲让我们来 一定有他的道理 不管父亲做什么 他都是为了我们好 我知道 你为我好 大船阁下到 大船阁下到 假的 欢迎大船阁下 欢迎大船阁下 third 你好 这位是代会长 欢迎欢迎欢迎啊 你好 这位是代会长的公子 大船 是杀死爸爸的大船 代公船 好久不见 上一次在化工厂 让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能活下来 真是不容易 在临时化工厂的事情上 给你造成了伤害 真是遗憾 我作为指挥官 真表惬意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请 最好的日本医生 给你看病 大船先生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他们两个马上就要结婚了 老师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代公子的未婚姬 林蝶小姐 也是林氏化工的后人 林蝶小姐 也是林氏化工的后人 好 林小姐 真是貌美如花呀 和代公子真是很般配 但是 你父亲的死 我深感遗憾 那是因为 他不好好的和皇军合作 如果他好好的合作 如果他好好的合作 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好了 就要结婚了 真是好 好 所以 我希望 林小姐 做一个 有智慧的女人 我祝你和代公子 白头偕老 永远幸福 阁下 姐 对 来来来 这边行 来 小姐 大船说的话 不要放在心事 志愿 幸福 志愿 幸福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让我出去 汤少 你答应过我的 几十条人命还不够吗 你还要多少人卷进来啊 我要杀了西天 你 就算我死 我也得把血喷他一连 让他抓人 中宁 我是你师父 你打也打不过我 你最好过上来 这不可能 你别逼我啊中宁 你 上去 你 你别胡来 摊少 你别胡来 中宁 怎么办 绑上 走 中宁 你在这儿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中宁 中宁 你放开 玄武哥 玄武哥 周宁 周宁你放开 周宁你放开我 周宁 快放开 也不应该那么去对待她 她已经快被逼疯了 已经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说 这不是她的错 可却是因为她的胡乱行动 才引发的呀 但是 这几十条人命的责任 不能让她悲伤 这会毁了她的 凤凰的是鬼子 咱们不能拿敌人的疯狂 来惩罚自己 我们现在要做的 不是继续去责备她 增加她的压力 反而是要去帮她冷静下来 恢复正常 爸爸没叫过我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薛永哥 你说如果是老梁 她会怎么做 难道一直以来我都错了吗 四年了 整整四年了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会忘掉大船那张丑恶的脸 我以为 我会忘掉大船 杀死爸爸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 我能跟你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是今天 今天我才感受到 我忘不掉 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地感受到仇恨 我从来都知道大船是害死爸爸的凶手 是夺走林家企业的主梦 夜里 我时常被惊醒 因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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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过去所有的仅仅 仇恨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 我能控制得出这种仇恨 哪怕它在我心里 蠢蠢欲痛 让我痛苦 让我流泪 终宁是这样的 唐少爷一定是这样的 难道 我不让荡少去复仇是因为危险吗 难道我不敢接见仇恨 也是因为危险吗 可是跟这种危险相比 仇恨够让我难过 你太激动了 在这个时候 你所说的话和所做的决定 都可能是不理智的 你不理智 不理智 是的 我知道 我没有能力复仇 我没有能力杀掉他 我只能想 我 我为什么这么无能啊 为什么 小蝶 小蝶 你还跟我 小蝶 忙碍点吃 没人跟你抢都是你的 你说 你把我放了不就完了吗 什么时候把我放了 等你什么时候不问这个问题了 我就把你放了 你觉得 你能一直这么捆着我吗 不能啊 那你能挡住我报仇吗 不能啊 回答那么快 你想都没想过 这还用想吗 我自己都做不到 我怎么要求你做到 你把我给放了 你这么捆着我 不是白费力气吗 我答应过林蝶 不能让你去冒险 你把我放了 你把我放了 小娘 你出来一下 咱们有客人来了 你乖乖在这儿坐着 乖乖的啊 小蝶 你们怎么来了 勺子 勺子 这怎么了 没事 你干吗 躺勺 你别追我啊 躺勺 我就怕呗你 你看见吗 躺勺 行了 你们俩都别闹了 把身子剪开 明天来找我们肯定是有事情 来 坐下说吧 好的 我的沙父仇人大川 到了同川 小黛 也是因为他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 他必须死 小蝶 我来说吧 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如果过去说过些什么不合适的话 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 我知道 这个请求很危险 可是小蝶报仇的决心 是谁也阻止不了的 凭他自己根本杀不了大川 我也知道 不应该将你们牵扯进来 可是我目前的样子 根本能能为力 以前 我根本不知道仇恨是什么 可直到他这么直直地站在我面前 我才明白 我现在理解你们了 狄儿 咱们是好姐妹 所以不管干什么 咱们都要一起干 不应该怎么办 大川现在住在锦兴园 我在那里监视他 小宁 你和勺子 去县平司令宫监视 零点 你等消息 您带来的 这新的清香作战计划 很冒险 为什么这么说 你的想法是什么 集中兵力 突袭新四军的走不住地 彻底打乱他们的指挥系统 分割他们的部队 瓦解他们的抵抗力 但您怎么确定 他们的指挥部 就在这个村子呢 您怎么能肯定 分布在这七个村子里的 就是他们的主力部队呢 难道不会是 区里的民兵或者武功队 这计划太依赖于 情报的准确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情报的来源 不是直接的信息 而是来源于 您的情报员 他提供的新四军 后勤补给的内容 来分析和判断得出的结论 你不用担心 这个情报员的消息 一直很准确 前几天 叶狼人进城的部队 就是他提供的线索 我们分析判断得出 但是我还是需要增援部队 只靠我一个大队的兵力 而且失去了激动优势的情况下 我根本无法覆盖 清香计划的目标和区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是作战 肯定不会有战果 而且还会有无谓的牺牲 清香作战 不能取消 王精卫主席 为赢左针召大左 他不会关心我们遇到的小困难 他们要的是结果 道道阁下 我带来的是最好的计划 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决心 您在这里说的新四军的情况 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新四军是知道 我们清香的作战计划 他们破坏原料库 就是他们的应对 您的这个作战计划 原则上是可行的 但我需要新的情报 这是我的事情 我会尽快把最新的情报 提供给你 在我没有提交情报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通川的 和昨天一样 是早上八点钟离开的 护卫人数没有增加 都是他自己的人 那晚上呢 他晚上回来的实在太晚 接上宵禁 我根本没办法监视 只要确定 他住在旅馆就行 小娘 你要彻底放弃 远程狙击的打算吗 他太小心了 我根本没有机会 那勺子呢 他去见灵蝶了 怎么 你行动的时候 还打算要带上灵蝶吗 嗯 小娘 我知道 你们姐妹有感情 所有并没有反对 你参与刺杀打川 可是这样的冒险 值得吗 别忘了 自从你答应他们开始 你就要对灵蝶和勺子的生命 去负责任 尤其是灵蝶 他毕竟是一个完全没有战斗能力 和经验的人 我们在一起挺好的 炸油库的时候 要不是灵蝶来报信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呢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个要去负责任的人 这个时候 取舍甚至要必须做决断 还要重要 老师 我们有这个必要冒险吗 冒险 我们的使命就是冒险 齐田 看来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你的打击比我的想象还要大 老师的意思 我最欣赏你的就是勇往直前的锐气 请老师教诲 你记住 面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战场 一时的得失根本不重要 你用五目做诱饵的计划非常好 那个大岛死了几个手下 就束手束脚 完全丧失了五十道精神 根本不配做帝国和天皇的军人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重新振作精神 而不是对过去的错误换得换失 学生终身铭记 老师的教会 您在旅馆的安全 学生实在是担忧 旅馆 五目不就是在那里抓走的吗 我还不知道那里的危险 你放手地去坐 我给你撑腰 你们来了 来了 来 坐吧 没事吧 没事 我已经有计划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呢 是旅馆的地图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旅馆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鬼子根本不可能堵住所有的东道 他们的办法 是将楼顶全部包下 并在楼梯口设下警卫 不让任何人进入 但是进入楼顶 可不一定飞走楼梯 第一步 我们先在楼上租下一间客房 这里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出发基地 从楼下房间的窗 我们直接通过外墙 可以爬到顶层 一层大约有二十四个房间 还有两个设备间 一个热水房 直接进入设备间的话 就不会惊动上面守卫的鬼子 我的方案是这样的 在进入楼顶之后 我们直接上到顶楼 令顶楼透过窗户 确认大川所在的房间 在破门而入 完整击杀 并利用绳索 直接回到地面 撤离现场 可以在鬼子反应过来之前 安全地离开现场 这 这会不会太像好莱坞的电影了 像瓦伦提侬拍的武侠片一样 能不能实现啊 你说得对 这个计划是简单 有点像影戏 但并不是因为我们 而是因为大川 才会变成这样的 大川 为什么呀 大川不愧是高级特务 他应对暗杀的经验 实在是太丰富了 在旅馆顶层之外 他的守卫 让我无从下手 但是在旅馆顶层之内 他的防卫 可以说就不存在了 也正是因为他的嚣张和狂妄 让我找到了他的弱点 这个计划 才有了可能 那我能做些什么呀 你和我在旅馆外面接应他们 你能够亲眼看到大川被杀 但这也是上限 你总不希望你的姐妹们 为了完成你的心愿 而丢了性命吧 有个 我很知足了 能这样 我已经很满足了 对 队长 上次我回来之后 立刻向咱们保卫部的同志 报告了咱们这次遇袭的经过 还有您的疑惑 保卫部的同志也展开了调查 很快发现 咱们后勤部租住的大院 王东刘大军有重大嫌疑 就在你们回来的那话 保卫部的同志 已经注意到他的立场 张主委 这个人我知道 在后勤部大院 还见过几次 昨晚对他进行了抓捕 没想到这小子特别警觉 提前跑了 但是在他的家里 发现了一个记录本 上面一直在偷偷记录着 咱们部队人员和物资的转运情况 还有补给情况 但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呢 记录了多久 这咱们也不清楚 所以总部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这些东西 一旦落入到日本人手中 咱们的人员和物资 都将彻底办理 保卫部 情况没想想着还要危险呢 张主委 他到底掌握咱们多少情况 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带走了什么 才这么危险 这几天没让你们出门 就是怕无意中被他知道 他向鬼子出卖了你们 而你们呢又平安归来 一定会惊动到他 这几天委屈你们了 没关系 张主委 这是工作需要吗 眼下日卫军的倾向威胁 还没有解除 更不能让根局地 武装力量的情报 落入敌人的手中 烈狼人要立刻出发 请领导放心 猎狼人一定完成任务 准备行动 怎么了 别动 不对劲 倒酒 停 满 是山井 快撤 从这里走 继续走 是 快走 快走 随便 我动车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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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没有看出这是个陷阱 查了半天 连大川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整个行动就是一个笑话 行了 这不是没出事吗 你也不用内疚 道什么歉呀 只要他还在同川 咱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朱宁 如果是因为大川 让你们受到了伤害 恐怕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决定放弃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 这几天 这些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至少我尝试过 我想 有一天 我一定会完成我复仇的心愿 现在 我要回家了 我送你回去 好 我 你真的就能放弃吗 我 我觉得这不是你 可这就是我 这不是你 我更喜欢那个独自照顾带终舍 鼓励他站起来的你 我更喜欢那个 把我的武馆改成体运会 并取名彩虹的你 那个才是我的好姐妹临蝶 这才好 总是那么短暂 我当上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是我从小就知道 不刻画 就练不成拳法 不坚持就打不败敌人 你 我 钟宁 我们心里面都有仇恨 所以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逃走 那 小行姑 你不是一个人 童八 我是不是让大家失望 你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 你不知道如何为我负责 你不知道如何为国家负责 你不知道如何为国家负责 所以最后 你只能选择牺牲 我知道复仇的这条路很难 但是我不会走下去的 你和妈妈要保佑我 是chio 让你跳沥 唐勋 杀手 队长 刺客的身份已经确认出来了 是军统的人 军统 是的 怎么了 烈狼人来了 我闻到了刺杀五目凶手的味道 烈狼人 可那边的尸体不会坐 军统能来 烈狼人为什么不能来 整理所有资料 我要见我的老师 是 烈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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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哪儿去了 外面都是你的同情 你瞎跑上了 我找到大川了 什么 来来来 坐下说 坐下说 我是跟着西田发现的 你等一下 谁让你去跟踪西田了 你不是为了我 昨天晚上我送林爹回家 他一路很失落 我知道 他嘴上说着放弃 但他根本就不甘心 他只是不想让我为了他而冒险 祝名 这几天你不在 他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看到他开心的样子 有多难得 我不想他便会原来那样 我理解 仇恨压在心里头 那种痛苦的滋味 我比谁都清楚 咱们是好姐妹 关心她 照顾她 让她开心是我们的责任 对吗 我的情报员 马上要进城送情报 就一起见见他 以后和他联络 就由你负责 他叫刘大军 中间人叫吴明和 是你手下针基队 一个拿杆险的 刘大军 这次送来的情报 非常有价值 也是我手下的 一个得力干将 谢谢老师 看到你重新振作起来 非常高兴 是 是您的指导 让我再次找到方向 看来这么多年 你还是没有改变你的习惯 老师 我的鼻子你是知道的 你的鼻子是老天爷给你的 但是也有损失啊 这些男人的玩意儿 看起来 你以后是没法享受的 老师 应该休息了 我搞退了 我查过这个酒楼 这个酒楼 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入 大川的包厢在二楼 两边都有卫兵守卫 一般很难混进去 我们得重新想办法 小爹 你听到勺子说的了吗 大川这次住的确实是隐蔽 但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没有增加其他的警卫 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但是我们如何进去 是个难题 还有就是 进去的包厢里面 会不会有其他的警卫 我去过这个酒楼 里面的情况 我熟悉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什么 他是我的仇人 我不能看着你们这样去冒险 我就在旁边等着 我这叫什么呀 另外 我可以 以会见大川的名义去见他 这样 我们就可以知道 里面有几个警卫 我相信无论怎样 一定会碰到大川的人 你决定了吗 是的 我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好 那就让我们三姐妹 开始这场盛宴 跟我来 走 站住 站住 我知道大川机关长在这里 告诉他 林氏化工的灵蝶前来拜访 报 林氏化工的灵蝶修建 让他进来吧 大川机关长请你进去 好 慢 我要送膳 把你的爪子给我拿开 别忘了 我不只是林氏化工的继承人 还是大会长的儿媳妇 请 站住 你们两个不可以进去 你们两个不可以进去 包厢里面布置了多少警卫 坐 坐 坐吧 真没想到 你一个弱小女子 有如此大的火器 这和火器无关 既然来了 就陪我喝杯酒吧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那天在招待会上 你是在羞辱我 我怎么没感觉在羞辱你啊 你夸奖我是有智慧的 我听得懂 那你不还是接受了吗 可是 你不能当着我未婚夫的面羞辱我 我已经认输了 我现在只剩下宗生 你为什么还要当着她的面 让我无地自容 你说得对 你已经认输了 我不应该再这样做 你干什么 我一个弱小的女子 你就那么害怕吗 居然 还藏了四个特务在这里 我原谅你的师太 不过这杯酒 你还是要喝的 不知道 您知不知道中国的一句俗话 叫血债血肠 血债 血猪 方法国主 感谢观看